大家好,我是シュテン 大家喜歡看藝人們開餐廳的綜藝節目嗎? 從早期的更新到現在到現在的 近幾年在韓國出現了很多藝人們開餐廳的綜藝 並獲得了非常高的人氣 但是... 最近為韓國直播主提出的 藝人開餐廳的綜藝無法獲得共鳴的理由 收到了很多網友們的關注 就是會有點...他們在幹嘛? 他們一直覺得很累 到底是在累什麼? 早上他們晚起床 中午營業一下下 大概兩三個小時 然後有休息時間 下午再開門 再營業兩三個小時 總共加起來也不到幾小時 感覺他們一直在抱怨 就是有那種... 啊...我真的不覺得有那麼累呀 但他們一直抱怨很累 所以就會有... 適可而止吧的感覺 然後他們做的料理 說實話不是什麼很麻煩的 辣炒年糕、紫菜包飯 都是簡單的小吃類 這位直播主表示 只要有兼職經驗的人 都會覺得很納悶 我們來看一下 韓國網友們的反應 真的看到他們只工作了三到四個小時 就抱怨說累了 我就會換頻道 可可 他們又不是抓魚或做重體力勞動 演員們真的 在做平民體驗還在抱怨 真心覺得為什麼要那樣? 如果他們的通告費像平民一樣的話 我就不說什麼了 我第一次看康星當時真的覺得很有趣 現在在YouTube上看也覺得很有趣 感覺能產生共鳴是很重要的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那種繁忙混亂的情況是什麼 所以才會產生共鳴 覺得很有趣吧 看著他們 只像是新興貴族的感覺 說那是辛苦的話 就表示他們平時是在多麼舒適和甜蜜的環境下工作 這種工作強度都感覺非常辛苦的話 就表示他們平時經歷的程度 根本不是那個水準 但是也有這樣的反應 我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我的工作對我來說是最困難的 但對別人來說可能不是那樣 他們在輕鬆賺錢 他沒有經歷過辛勞 為什麼要這樣一邊抱怨著看這個節目呢? 你們也沒有經歷過準備出道的過程 熬夜拍攝 在鏡頭前面做生意的經驗呢? 這不是一人無法獲得共鳴的問題 今天就算是普通人出現在節目中一直抱怨困難的話 還不是看起來不舒服嗎? 不是,我理解所有人的意見 但如果說他們的工作是很舒適的話 感覺是你們非常傲慢 他們也在做自己本職工作時 會經歷很多困難 有的藝人會做本業做到精神病發作 甚至有過自殺的想法 這樣的藝人應該很多吧 這只是真的在餐廳工作賺錢 還是作為綜藝節目效果的一部分 就這點插印而已 不管他們有多努力 對他們來說 這終究是一個綜藝節目 而且實際上 除非他們是在出道前有打工的經驗 要不然真的可能是他們今生第一次做這種事啊 所以對於藝人開餐廳等的綜藝節目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韓國娛樂新聞Joynews發表的 2023年年度歌曲排行 這個排行是由經紀公司電影和廣播公司 以及娛樂新聞記者等業內人士200人投票的結果 我們馬上來看看吧 11位Aibu Kitchi 11位Gisoo Flower 11位Strakejit 11位New Jeans OMG 10位17 Pi10LG 9位New Jeans ETA 8位5050 Creepid 5位New Jeans Super Shine 她第4位 Future UwayAibu Iam F 二位 アイブ エフタ ライク 四位 ユーナ 사건 自平昌 三位 정국 セブン 二位 뉴진 디토 二位 뉴진 하이보이 排行中最特別的地方是 去年8月發表的Nuji's Hai Boy 被選為2023年度最佳歌曲 這首歌曲自發布後至今已超過一年三個多月 目前仍然保持著高人氣 在200名的投票中獲得74票 成功拿下了超過三分之一的票數 而Hai Boy不僅在9月份Spotify上的播放次數突破了4億次 還獲得了日本唱片協會的白金認證 在國內外都享有壓抖性的人氣 如果你再選擇,我們 Ci可以選擇